阿尔弗雷德就在里面,但他又不在里面,因为工作间里只有一道昏黄的光运,他很微弱,如同摇曳着的烛火,但他却又异常地坚韧。 身子靠在了门框上,卡伦双手抓臂,听着从那道微小光运里传出的祷告声,笑了。 呵呵呵呵呵,笑着笑着,卡伦常舒一口气,先前脑袋里几乎要将自己压垮,不,是已经将自己压垮的昏沉感,在此刻终于彻底消失。 迷茫时,哪怕身边仅有一盏灯陪伴,也会觉得温暖,黑夜抬头望,就算只有一颗星对你闪耀,也会感到美好。 人生就如同在大海里行船,其实大部分人的船上没有帆,也没有脚,只是被动地跟着水流的方向在进行着漂泊。 在这个时候,如果能有一个毛落下去,片刻的静止,也足以让人厌线,让人感激。 卡伦环视四周,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幻境如此的艰难,因为建造这座囚龙的,其实就是自己。 寻常意义中的清醒,直视和征服,那是以自己作为单独个体向另一方发起的挑战。 而在这里,你对自己的清醒,对自己的直视,对自己的征服,等同是对自己的迷茫,对自己的回避,对自己的溃败。 艾斯利的父亲桑托斯先生在日记里,已经形容得很好了,当他活着出现时,他将无处不在。 这句话将普希恩的能力概括得极为精准,以自己为基准,那自己真的是无处不在。 只是这句形容有些过于精简,乃至于上升到最终哲学感悟的层次,没经历过,没真的走过,其实根本就无法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。 所以,以后写日记,还是要白画一些,最好再加上注解。 卡伦转身离开,同时向着身后的那道微弱的光挥了挥手,从地下室上来,走到一楼,那座秩序王座依旧摆放在停尸台上。 卡伦走上台阶,来到王座面前,没有犹豫,直接坐了下来。 我已经坐下来了,可我为什么还不是秩序之神? 没有声音回答他。 卡伦双手在王座扶手上摸了摸,感知着这种细腻的触感。 王座本身,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,做不做也没有什么区别。 他之所以被人推崇,不是因为他是秩序王座,而是因为他叫秩序王座,是秩序之神曾坐过的椅子。 卡伦站起身,回头再看向身后的王座。 越是看起来精致的东西就越是不实用,还不如一把靠椅,不,腾摇椅。 走下停尸台,茶几边的沙发上,或分先生还坐在那里喝着茶。 卡伦走到他面前,弯下腰,道, 霍芬爷爷,一直到我出去后长见识了,才深刻意识到您到底有多么厉害, 可惜,您死了,更可惜的是,您还被苏醒过了。 否则,我真会在以后某一天回去,把您从坟地里再接出来,请教一下正法问题。 我原本以为学习正法和学习术法一样简单,现在看来,是我想的简单了。 哪怕我有魔方之药,但正法的学习还是一个复杂长远的过程, 如果您还在,我就能专门来请您教我了。 不过没事,您走得挺洒脱,也没留下什么遗憾。 说完,卡伦伸手帮霍芬先生把他头顶上的帽子调整了一下。 随即,卡伦走上楼梯,金毛还在那里,伸出舌头,露出憨笑。 卡伦将手放在金毛的秃头上揉了揉,道。 有件事我一直很好奇,但却没好意思问你,那就是米尔斯女神和海神之间,到底有没有感情。 金毛依旧憨笑,但这笑有些凝固。 卡伦从金毛身上跨过去,走上楼,黑猫还坐在那里。 卡伦很自然地伸手在普尔伯耿绒毛处揉了揉,道。 等我回去后,给你做鱼吃。 艾伦庄园再大,也没有厨子能做出你喜欢吃的鱼。 黑猫的尾巴立起来,那根洁白的手指似乎还想指向卡伦。 卡伦伸手抓住这根手指,道。 你放心吧,总有一天,我会去艾伦家族发现你手指的地方去找你。 希望你还有更多的东西遗落在那里,不要让我白跑一趟。 卡伦松开手指,走向书房,在门口,伸手敲门。 多多,多多,进。 卡伦推开门,看着里面坐着的迪斯。 爷爷。 嗯,我知道您累了,想好好睡一觉休息休息,您先睡着,等我回去再叫醒您。 我能感知到您的骄傲,您骨子里和我一样骄傲,所以我们的爱与恨都是那么的随意。 托儿说过,您在我身上看到了您以前的模样。 其实,我也一直在学习您的那种骄傲和洒脱。 我很幸运,在这个世界睁开眼,就拥有了您这样的长辈。 我相信您是真的把我当作孙子来呵护。 因为,我早就把你当作了真正的爷爷。 说完,卡伦退出书房,将门关上。 经过窗台位置时,发现那个卡伦还站在那里,不过这次是面朝着自己,而非窗户。 我从艾森先生身上看到了你曾经的痛苦,所以我觉得,死亡对于你而言,反而是一种解脱。 不是我抢夺的你的身体,更不是我将你从家里赶出去,我来时,这里是一座空房。 我不想对你说我代替你帮你担负你的责任这种话,因为我现在就是卡伦。 对了,你身子弱,少站窗台,那里风大。 紧接着,卡伦推开卧室门,里面梅森叔叔,玛丽婶婶,温妮姑妈等都还在里面。 张开双臂,卡伦拥抱了一下梅森叔叔,叔叔,我想你了,你是一位风趣幽默的长辈,你也教会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。 卡伦又拥抱了玛丽婶婶,婶婶,你真的很漂亮,我一直觉得叔叔运气真好,能娶到你。 接下来,卡伦和所有人都拥抱了,最后看着大家。 爷爷曾几次问过我,是否真的想好了,那时的我一心想出去看风景。 如果现在,一切可以重来,爷爷在问我一样的问题,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舍得离开家,离开因莫来四桑一社,离开明客街。 我,想你们了,很想很想,我会回来的。 在我,足够强大后,这一次后,我的内心将不再有缺口。 卡伦仰起头,抬手,在自己耳边打了一记响指,啪。 卡伦睁开了眼,在他身边,艾斯丽闭着眼站在那里一动不动,自己手下其他队员也都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 不仅是自己小队,其他三个小队所有人也都静止在那里。 慢慢地,卡伦将自己的目光落在了那颗大核桃普希恩身上。 普希恩的内心是绝望的。 幻兽也是拥有智慧的,虽然它们的种族并不具备人类的伦理观和社会观,但它们拥有生命的本能。 卡伦所看到的,普希恩也看到了。 普希恩只能诅咒命运,命运让他四选一,选择到了这里。 为什么偏偏是自己,而不是其他三头普希恩? 卡伦低下头,看见自己手腕处有一根白色的丝线,另一端在普希恩身上。 仔细观察的话,可以发现所有人身上都记着一根白线,也都连记着各自结界内的所有选拔者。 卡伦用另一只手将白线解开,攥在了手里。 普希恩不能说话,不能动弹,但卡伦从白线上感知到了对方的哀求。 不是哀求他放过自己的性命,他们本就清楚,自己被送上来,死亡的概率极大,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场失恋的消耗品。 他是在哀求,不要用比死亡更恐怖的方式来惩戒他。 卡伦松开了手,那条白色丝线快速回收到普希恩身上。 呜呜呜呜呜呜,类似汽笛的声音从普希恩身上发出,充满着解脱与感激。 然后,轰,大核桃炸开了。 他选择了自杀,而且是毫不犹豫,急不可待的自杀,生怕卡伦会反悔一样。 爆炸之后,其他人并未苏醒,因为普希恩的能力只是催化剂,他们的反应还没有结束。 卡伦猜测,大概是在自己这里,出现了差错,导致自己和这头普希恩都出了问题。 作为第一个苏醒过来的人,卡伦选择安静坐下,静静地等待。 五分钟后,第二个苏醒的人出现了,是隔壁的瞌睡女孩菲洛米娜。 他醒来后,他那边的那头普希恩就直接顿入了地面,消失不见,根本就没给他攻击的机会,和卡伦一样。 他也将自己队友身上的白线斩断,收获的也是和卡伦一样的结果。 队友并未因此醒来。 因为这么做的唯一价值就是,普希恩失去了对幻境内容监控的权利,也就是起到了一个及时保护隐私的效果。 当然,如果能抓住机会杀死那头普希恩,算是彻底销毁了知情者。 另一边,第一小队的队长墓里身形忽然一闪,出现在了他那头普希恩的身侧,一道秩序火焰直接打在了那头普希恩的身上,普希恩身体当即焚化。 紧接着,是光头队长凯恩也醒来了,他准备向普希恩出手,但他那头普希恩却提前躲进了地下。 这时,庞克的声音传来。 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,在这一个小时时间里,小队醒来的人数排在前三的小队,可以获得晋级下一轮最终测试的资格。 如果出现最后两个小队塑醒人数相同的情况,那就四个小队一同进入最后一轮。 十分钟后,巴特醒来,又过了几分钟,文图拉醒来。 然后是马斯,布兰奇,艾斯利则是近半个小时后才醒来。 其他小队的情况几乎也是一样,但因为卡伦小队消耗最小,大家状态维持最好,所以普遍苏醒的速度比其他三个小队要快很多。 卡伦再次确认了一件事,那就是自己真的是极端的理。 他相信,如果其他选拔者享受的是和他刚刚一样的待遇,他们大部分人根本就不可能有机会醒来,甚至一辈子自我一时封闭都是最正常的结果。 另外,卡伦还看出来了,普希恩这一关与其说是在选拔,倒不如说是主办方再给福利,给走到这里的年轻人一次提升自我认知的机会,难度其实很适宜。 所以,普希恩应该真的很贵,甚至可能都没准备太多数量,所以他们才会给上一轮的患兽打兴奋药剂,让其多淘汰掉一些队伍。 到第55分钟时,第一小队,第三小队和第七小队,全员苏醒,而菲洛米娜所在的小队,还有三个人没有苏醒。 他们的伤势普遍比较重,状态太差,导致连这种福利,此时也消化不了。 这样看来,菲洛米娜所在的那只小队,就要被淘汰掉了。 但就在这时,菲洛米娜走到两个还未醒来的队友身边,伸手搭在他们二人肩膀上,她闭上了眼。 两分钟后,两个队友睁开了眼,醒来了。 菲洛米娜又走到最后一名队友身边,将手搭在她肩膀上,在最后时刻,完全就是在最后一分钟里,她的最后一名队友也醒来了。 其他三个小队成员都很惊奇地看着菲洛米娜的行为,她竟然是用灵魂搭接的方式,强行进入了那三个人的灵魂意识中将他们唤醒。 卡伦则联想到她走路都能睡觉的习惯,难道是托梦进去了? 最终,在庞克的宣布下,四只小队集体进入下一轮。 不,得到确认晋级的消息后,菲洛米娜吐出一口血,整个人跪伏在地,眼角鼻子和耳朵处,都有鲜血正在溢出。 显然,为了唤醒队友,她付出了极大的代价。 其实,她这么做并没有太大的意义,因为这一轮是福利局,最后一轮不可能再是了,因为最后一轮是必须要只剩下两只小队选拔才能完成的。 她所在的小队,包括她自己本人,现在的状态都差到难以想象的地步,根本就不可能通过下一轮的比拼。 其实,菲洛米娜自己心里也很清楚这一点,但她就是不甘心。 不甘心的原因不是想在卡伦这里证明什么,而是出于她的骄傲,哪怕最后明知道没有机会,她也要强行挺进最后一轮,哪怕为此付出个人沉重代价。 这一点,连卡伦也不得不佩服,虽然她不适合当队友,也不适合当朋友,但她的骄傲和实力,确实称得上是一个值得端正对待的对手。 上方,乌云再度出现,预示着下一轮倒计时的开始。 卡伦看了看自己的队员们,发现他们一个个情绪都有些不振,其他小队也基本是这个情况,刚从自我审视状态中出来,心情肯定会进入一个低潮期。 都打起精神来。 卡伦拍了拍手掌,拿起情绪是本能,放下情绪才是本事,在这个时候,将精力放在无用的情绪上面,是最愚蠢的事。 最后,还得自己这个队长来调动士气,偏偏自己先前才是压力最大的一个。 是,队长。 是,队长。 众人大声呼喊回应,纷纷站直了身子。 马斯,现在就运转精神桥梁阵法,将我们所有人都联系起来。 是,队长。 马斯深吸一口气,运转起了阵法,站在阵法中的众人,精神上纷纷被连接,彼此可以感应到对方的情绪波动,等到真正遇到来自神器的攻势时,还能带动起整体精神层面的防御。 第一小队也运转起了相类似的阵法,众人也都站进了阵法里。 而第七小队队长光头凯恩见到这一场景,一拍光头,骂道,就欺负我们小队没阵法师对吧。 眼下! 第一小队第三小队进入了迎接神器降临的准备。 第七小队在骂脏话,菲洛米娜所在的小队,连站着的人都没有,基本都躺着了。 不过,在乌云即将消散,上方再次出现裂缝时,第七小队队长光头凯恩身上出现了光束,张开双臂,拉住自己两个队员的手,其他队员也纷纷手拉手,形成一个圆。 他们这是在赌,赌神器的力量只是单纯作用于精神方面。 因为神器实在是太强大了,如果神器都放开手脚,那在场所有小队都得完蛋。 所以,这种类似小队团建的方式,大概率还真能起到作用。 此时,裂缝之中,一道古朴的气息流露而出。 他还没进入裂缝之中呢,可恐怖的神器威压已然倾泻下来,随之而来的,还有类似餐前小点心的精神风暴。 第一小队众人哪怕身处阵法之中,依旧面露痛苦挣扎之色,虽然听不到他们的声音,但能够感知到他们的凄惨和痛苦。 第七小队众人从站着手拉手,变成了蹲着手拉手,一个个痛苦的眼泪鼻涕全部低躺下来。 菲洛米娜所在的刺头小队,已经被负责他们那一块的阵法师判定失去继续竞争的能力,传送出了结界。 而卡伦小队的众人,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再看看隔壁那两只小队,纷纷露出了疑惑的神情,为什么自己这里,什么感觉都没有? 大家想到了一个可能,艾斯利回头,看向在主持阵法的马斯,惊叹道,马斯,原来你才是隐藏最深的那一个。 小队其他人纷纷投过去敬佩的目光,不管怎样,在最后时刻,队伍里的隐藏大佬忽然揭开实力保护小队全体过关,都是一件令人惊喜的事,没谁会在此时去责怪他先前故意藏着。 马斯,啊? 面对来自队友的赞扬,马斯才是最猛的一个,莫说他没有隐藏自己的水平,就算他真隐藏了,可这和自己又有什么关系? 自己布置的阵法,根本没遭遇一丁点的精神风暴,连小微风的擦鞭都没有。 卡伦,卡伦。 因为精神桥梁的关系,众人精神上一定程度地连通着,所以这个来自精神上的呼喊传递,也传递到了所有队员耳朵里。 文图拉疑惑道,谁在这个时候在心里喊队长? 巴特扭头看向艾斯利和布兰奇,提醒道,你们现在要控制住自己,不要在心里这么温柔地喊队长,我们都能听到的。 因为这声音是女生的。 艾斯利马上摇头道,不是我。 布兰奇也马上摇头道,也不是我,真的不是我。 真的不是你们? 巴特还不信。 艾斯利气呼呼地道,不是,说了不是了,就算要想队长,也不是这时候啊,选拔结束回家躺床上不能想啊。 布兰奇点头,就是,就是。 巴特疑惑道,嘿,不是你们,那会是谁? 文图拉,马斯,你们两个谁的精神世界里,是个女人。 马斯开口道,声音不是从阵法里传来的,是从阵法外转进来的。 阵法外? 巴特更疑惑了,怎么可能? 你忘了吗?我们处于小队结界里,声音传递不进来,精神力也传递不进来的,除非是那个神。 文图拉接话道,除非是那个神器发出的精神讯息。 卡伦哥哥,人家好想你啊,卡伦哥哥。 众人 文图拉接话道,声音传递不进去。